对于瑞轩来说 最难的就是出作文题了 根据她的教学原则 她不愿意给学生出些空空洞洞的题目 让学生做起来 只能拿人生于世来开头 然后咬着毛笔杆 怎么也想不起下句该写什么 但是她又不能出些与时事相关的大题目 要是胆敢在黑板上写点什么 跟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 她马上就会给抓起来 为了避免空洞 也为了不被抓起来 她出的题目总得跟课文粘上边 这样的题目学生有话可说 她也能从而了解学生的反应 改作文卷子的时候 她总是兴高采烈 很多学生的作文说明 他们不但理解她的苦心 而且还小心翼翼的向她倾诉了压在心底的痛苦 避改作文啊 原是件枯燥无味的事情 现在倒成了她的欢乐了 她简直是在用隐语语和一帮青年人对话的 她特别注意那些可疑的学生 观察他们 是不是会自觉和不自觉的 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使得高兴的是 有一两个汉奸家庭的子弟啊 观点和他们的父亲是截然不同 有了这个发现 她反攻自行 觉得自己以前过于悲观了 她原以为 北平一旦被日本人占领了 就会成为死水一潭 她错了 她决定让小顺去上学 没时间自个儿教了 现在她看清楚了 学校里的老师并不像她原来想的那么软弱无能 东阳呢 躺在床上 冷一阵热一阵受煎熬的时候 冬天不声不响的离开了北平 这一冬啊 冻死了许多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的人 乍起的春风 还没拿定主意到底该怎么个瓜法呢 她忽而冷得像冰 把墙头上的雪一扫而光 忽而又暖红红的带来了湿润的空气 春天的彩云 古老城墙头上的积雪也开始融化了 雪水渗进了城墙缝 墙根下有了生机 浅绿的小嫩草芽已经露了头 白塔的金叉顶 故宫的黄琉璃瓦 都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可是忽然间又来了冰冻 叫人想起了寒冷的隆冬 人们扒了厚重破烂的棉袄 一阵寒风吹来感冒了 一些人很快就死了 冬春之脚最容易死人了 春天终于站稳了脚跟 冰雪融化了 勇敢的蜜蜂嗡嗡的在空中飞翔着 忽然传来了比春风还要温暖的消息 使所有的北平人都忘掉了一东来的饥寒 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 瑞萱 从早三送来的传单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读了这个传单 瑞萱欣喜若狂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学校 走进了教室 只见一双双眼睛都闪着快活的光芒 他明白日本挨炸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大家眼睛里的光链照得整个教室异常温暖 他一句话也没说 只用闪烁着同样光芒的眼睛看着大家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许多双眼睛里边闪烁着泪花 瑞萱开始讲课了 他很想查一句 日本挨炸了 可是拼命地控制住了自己 这几个字啊 像音乐一样 老在他的胸肩荡漾 他还想对学生们说 小兄弟们 这个好消息是我弟弟送来的呀 不过他不敢说出口 现在他懂得宣传的力量了 以前的台北官 总以为宣传不过是讲空话 没有价值 可是如今 瞧吧 这条消息能使他 他的学生和全北平的人都兴奋欢快 为什么不多搞点这样的宣传 他决定帮老三搞起来 耍笔杆子的事情他在行 他知道老三有本事 能把他写的东西印出来 钱伯伯也有本事 能把他们散发出去 他在街上遇到了明月和尚 把想为地下组织写东西的打算 讲了讲 和尚交代给他几个地址 写出来的东西就往那儿送 和尚让他注意化妆 留神特务 跟和尚分手的时候 瑞宣觉出北平春天的阳光 照亮了他的心 快活极了 他有了具体的任务了 不能再自残行贿 或者是犹豫不前了 头前的萝卜空了心 还能在顶上抽出新鲜的绿叶 脚藏的白菜干了 还能拱出嫩黄的菜叶 有连相貌不扬的蒜头 还能窜出碧绿的苗呢 样样东西都会烂 样样东西也都会转化 日本人颁布了防空令 家家户户 都得用黑布把窗户蒙起来 小羊卷谁家也买不起黑布 白巡掌和李四爷发了愁了 他们不敢违抗上面的命令 可是他们也知道 连衣裳都穿不上的人 自然也买不起黑布啊 白巡掌一见到李四爷 就叹了口气说 我刚还说呢 乐极必生悲 这不是吗 家家户户 都得用黑布蒙窗户了 这回啊 我们又给挨讯了 先别扯那个 怎么办吧 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大家拿不着黑布来 咱俩可怎么交差啊 把报纸拿墨涂黑了 拿它当黑布 日本人来检查的时候 而大家的窗户是黑的 不就成了吗 哎 你说到有点门啊 可上哪儿炒酱子去啊 共和面打酱子不年呢 我想法打一桶酱子分给大家吧 不要钱 说真的 就是白给酱子 还背不着挨骂呢 白巡掌马上说 这回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挨骂 我先去叫大家拿黑布 完了 你再说胡报纸的事 给大家把酱子一分 要是他们还不领情 可就真的不知道好歹了 李四爷点了点头 事情到这儿啊 还不算完 啊 怎么着 没完了 李四爷嚷嚷起来了 白巡掌笑了笑 你还得跟大家说说啊 要是来了空隙啊 家家户户 得把灯火和火炉弄灭了啊 人也不许出屋子 等炸弹把大伙给炸死啊 白巡掌没打老人的茬 还接着讲上班命令的事 家家户户都得出个人 在街门外头站岗 冲西的时候不准关门啊 家里要是没人站岗 就得雇人 关架一钟头三块钱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要是明白那才怪呢 您保不是会说 要是不关街门 日本人撞进来就方便多了 想逮谁就逮谁呢 说得不错 根本就不是为了防空 就为逮人方便呗 白巡掌刀各户 去通知防空的事情 所到之处愿生载到 不过大家转而又一想 这么看起来 日本真的挨炸了 跟着又高兴起来了 李四爷去找程长顺 跟他要旧报纸 程长顺说 旧报纸破布他都有 随便拿就是了 四爷爷您就拿一口旧报纸去 比他们一家一家的来要强 我是个做小买门的 要是大家知道我是白给 就不肯要了 话这么说是不是 嗯 说得也是 李四爷点了点头 要说破布啊 要是有人想要的话 我就按买来的价卖 不能白给 李老人拿起李大捆报纸 打了一大桶酱子 就到各户去了 大家很感激 连丁约翰也受了老人 拿来的东西 唯独运梅没有要李老人 拿来的报纸和价子 他已经想到 可以用报纸 早就把窗户糊好了 报纸上用墨生 涂得黑黑的了 夜里十点 头一回响起了 防空演习警报 小羊卷的人 多一半都上床睡觉了 大人们咪咪灯灯的 有的找不着医生 有的穿错了鞋 孩子们从梦中惊醒 大声的哭嚎 大家稀里糊涂 推推嗓嗓 托儿带女 一起拥到院子里 这才想起了白寻长的话了 遇到空气 赶紧灭灯 屋里坐着 别出来 瞧瞧院 瞧瞧天 他们悟出来了 就想走 也没个藏身之处 日本人压根就没给挖房空洞 大伙只能回屋子里边去坐着 瑞轩 运梅 都披上衣服起来了 悄悄地走到院子里 招呼南屋的街坊 是空气警报 你们起不起来都成 然后他走到爷爷窗户外边听了听 老人要是还在睡 就不惊动他了 运梅打开了街门 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决心一直等到解除警报 他不乐意叫瑞轩来守街门 他第二天还有课呢 他也不乐意花三块钱一个小时 雇个人来替他守着 瑞轩走到门口来看他 云梅一个劲地说 你回去睡吧 瑞轩说 我现在这站一会儿 过一时半会儿的 你再来替我 谁知道这一闹得几个钟头啊 你还是去睡吧 反正我也睡不着 说着只见三号的日本人 悄悄地飞快地走出了大门 贼似地丢着枪根 往大街那里跑 运梅压低了嗓子 你看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得上防空洞里去待着 瑞轩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然后走回了院子 在黑暗里 运梅凭身影和咳嗽的声音 慢慢地看出来 李四爷大门口站着的 是他的胖儿子 马寡乎门外 是长长顺 六号门的外边是丁约翰 谁都不出声 过了半个多小时 一点动静也没有 齐老人也出来了 到底怎么当的事啊 什么事也没有嘛 你还是进来吧 你回屋谢着吧爷爷 我得在这瞧着 没准啊 日本人会来查呢 运梅好说歹说的 把老人劝回去了 运梅果然想得不错 全城的县兵和警察 都动员起来了 挨尖挨鼓的查 不过是防空演习 可日本人做得跟真的似的 他们豁出去通宵不睡 也得把全北平的人折腾个够 叫他们熄灭了灯火炉子 坐在屋里不出来 这么着 日本人才能顺顺当当地 撤到安全地带 日本人的家也不会挨枪了 他们果真来了 运梅剑 西头有四个人影 奔这边来了 赶紧站起来 俩高个的 他估摸是李四爷和白寻长 那俩矮的呢 就是日本鬼子了 他们打一号和三号门前走过 直奔运梅 他们一边闪了闪 没做声 李四爷和白寻长也不言语 跟着日本人进了院子 没有灯 没有火 日本人拿手电筒 把每个窗户都照了照 黑的 他们走了出来 六号呢 也没有查错 走到了七号 大杂院 李四爷和白寻长都捏了把汗 情况不坏 家家户户都黑灯瞎火 因为七号里住的人家 压根就没有油灯 也没有煤 县兵拿手电筒 往窗户上 刷 照过去了 白寻长瞎得直猫汗 至少有三伙人家 没把窗户给胡黑了 李四爷忍不住 骂出声来了 他妈的 我连酱都给了 怎么回事这个 白寻长知道 事情闹大了 为了这个 他就得丢拆设 他气急败坏的连忙问 为什么不把窗糊起来 为什么 李四爷跟我不是 嘱咐又嘱咐吗 他这话是中的七号人说的 可主要呢 还是讲给日本人听 好洗刷他自己跟李四爷 针对不住 站在一边的一个女人 可怜巴巴的说 孩子把酱子给吃了 白寻长 给我们说几句好话吧 一年四季 孩子们都没见过白面 白宣长 没了话说了 日本宪兵 懂得中国话不多 听不懂那个女人 说的是什么 他不分青红皂白 上去就给了 李四爷俩嘴巴 李四爷愣住了 虽说为了生活 他得走街串巷 跟各种各样的人 打交道 可是从来没跟人 动过手 要是看见别人打架 不管人家拿的是 棍棒还是刀枪 他都得冒着危险 把人家给拽开 他气大了肺了 他忘记了自己 一向反对动物 忘记了自己 谨小慎微的 处世哲学 只看见眼前 站着两个畜生 连个白了胡子的 老头也敢打 他从容不迫 一声没坑 举起手来 照着日本人的 脸上嘴一下子 他忽然觉得 非常的痛快 得意 他没坐声 把所有的劲 全都用在了 拳头上了 险兵的大皮靴 照着李老人的腿 一阵猛踢 老人倒下了 白寻掌不敢拦 他想救出自己的老伙伴 可是又惹不起那两个 发了狂的野兽 院里的人 谁也没动一动 老人抱住一个险兵的腿 把他拖倒在地 两个人就在院里 滚成了一团 另一个险兵 跟着地上滚动的人 转来转去 找准了机会 冲着老人 太阳穴就是一下子 李老人一下子就不动了 两个险兵住了手 叫白寻掌 把所有 没把窗户胡言时的住户 都抓走下狱 县兵和白寻掌都走了 院里的人 一窝蜂似的围上了李四爷 自从他当了里长 不知道挨了多少骂 那是贫困 逼得他们平白无辜的骂人 如今为了他们 他躺下起不来了 大家都哭了 大伙把李四爷抬回了家 四爷两个多小时 人事不知 虽说还没有解除警报 四大妈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大声哭了许久 他生着了火 给老人烧了开水喝 小羊圈儿的人 把警报忘了个一干二净 进进出出的 都来看李四爷 凌晨两点 才解除了警报 七老人一直没睡下 他过一小会儿 就走出来看看韵梅 然后回到自个儿的屋里 躺下 韵梅 披离间破扁好 靠在门框上 在不就半醒半睡的 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他很想去看看李四爷 可他又不敢走开 不管是不是真有空隙 他都得坚守岗位 不论怎么说 不敢给家里人惹麻烦 解除警报前几分钟 三号的日本人 叽叽呱呱地 说笑着回了家 云梅知道 快完事了 解除警报的信号一响 云梅马上跑到了李家 其老人跟在他的后面 李四爷睁开眼睛 看了看他们 又被眼睛闭上了 大家都找不着 安慰他的话 其老人 见多年的老伙伴 半死不活地 躺在床上 想放声大哭 云梅悄悄地问祖父说 爷爷 咱们回去吧 其老人 点了点头 由他掺着 回了家了 又过了三天 李四爷 还是人事不行 莫了 他睁开眼睛 看了看老伴 看了看家里的人 慢慢地逼上了 从此 不再睁开了 虽说四大妈 拿不出东西款贷 来吊丧的人 守灵 出殡 还是按规矩办了 没得过李家好处的人 知道四爷 是个实诚人 都敢来磕了三个头 得到过他的好处的 哭得特别伤心 那得到过他的好处 又时常骂他的人 也跑来哭灵了 借机倾诉一下 心里的烦恼与不幸 骂自己 对老人不够公道 其老人哭得很伤心 他和李四爷 那都是小杨卷的长者 论年纪 经历和秉性 他俩都差不多 虽说不是亲戚 多年来呢 也真跟手足不相上下 李四爷一死 整条街上啊 也可以说 全世界 就再也没有人 能够懂得 其老人 那套尘骨子烂芝麻了 他们俩知根知底的 交往了一辈子 我会和他之前 什么呀 我会和他 那在哪里 是为了 有什么 我会和他 除了 敬礼